如果想得到大灣區超底損盤國家優惠價 和想了解灣區生活的一手資訊 點擊訂閱我們V加物業連展中心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一有新片就會收到通知 想面對面找幫手 隨時預約全港十間分店銷售團隊 無論是匯款、收樓驗樓、裝修傢俬、放租服務 一定幫到你 有V加就有安樂的加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最大的陽板房 142方 不過都是做了三房的設計 藍不對樓的我們進去看看 進到這邊 它交樓標準不是交木門 這是一個普通木門 因為我們今天是異地樣板房 裡面的空間都會和實際交樓標準有些差異 因為它做了一些創意的改動 到時交樓是一個防火防爆門 亦會交回鎖匙鎖匙鎖匙 我們進到家裡的第一刻 首先是一個六平方米的入戶陽台 這個入戶花園是一半送一半的面積 例如單車、傘、雜物、鞋櫃都可以放出來 接著我們進去 這邊是第一間房 是一間客房 而這裏是一個公共衛生間 前面這個位置做了一個收納空間 我們先看看客廁 這個房間跟正常八九十方護形的房間 其實大小差不多 我進來企肛的位置伸一隻手之後 還有空間靜 其實都夠闊落 這裏有些窗 開槍之後做一些通風採光和透氣 讓濕氣可以好好散出去 馬桶位置有緊急球助按鈕 萬一遇到什麼意外 按一按就有人過來幫你了 另外有一個安裝電動馬桶 有一個電掣 配備TOTAL的一個廁所 同樣加上標準有一個鏡櫃設計 一般的日用品都有很足夠的深度去放 儲物空間也挺大的 下面有水龍頭、升盤 還有這裏有儲物空間 因為這裏是易地養板房 參考著先的 還有它是做了一個離地式的設計 到時去清潔 不需要太擔心 可以很方便地去擦擦地板 好 TOTAL旁邊就是一個客房的位置 這間客房就非常之闊落 而且這間客房到時會看光景 因為這間客房和露台是同一個方向 都是看北邊看著光邊的 這裏是放了一張 Queen Size的床 除了做Queen Size的床 還做了三邊的落床設計 因為這間房間的空間是非常闊落的 而且這裏也是預留一些位置 去擺放大衣櫃也沒問題 樓頂是三米高的 然後從TOTAL和房間走出來之後 這裏其實做了一個儲物空間 用來做圓關位也沒問題 這裏做了一個示範 做到兩個上到天花頂的大鞋櫃 一家幾口的鞋放在這裏 我相信已經足夠的空間去收納了 從圓關位過來 首先是一個六米八長的大開間 發展商用了少少的心思 把飯廳和客廳用一塊玻璃門隔開了 而這個由於是142方的戶型 其實它的飯廳是放一張大的六人桌 都是很足夠的空間放一張大桌 而且它是三米的一個樓頂 它放吊燈站在這裏 都不會覺得是壓迫的 而另外這邊客廳 其實剩下這裏大概有四米闊的一個客廳 我們如果是做一個屏幕 做一個投影瓶 放一個專頁在這裏 做一個小型的家庭影院 其實在這裏看電視都是一種享受 因為空間確實夠大 住起來看上去的視野空間感 都給人感覺是非常之舒服的 而這個觀景露台最大的特點就是望江邊 由於現在是異地陽晚房 就看不到 但這裏就是一望無際無遮擋的西江 前面的風景 而這個露台也差不多七米牆 連通飯廳和客廳 不過有一個溫馨小提示 這裏這幅牆其實交流時是會有的 但我們看回戶型圖 這幅不是主力牆 如果你想把整個露台打通一體化 做完落地玻璃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打走的這幅牆 當我們在西廚水的吧桌上做東西吃的時候 可以一邊看著西江景 亦都可以轉身看過來 就是一個大眼山的風景景區 在這裏做食物、沙律 或者像這裏的樣板房 做餃子、包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賞心樂事 旁邊這裏都會做一個水龍頭位 方便去洗一下東西 或者做一下咖啡 不過這個西廚的空間是一個創意空間 緊供參考 最後交付標準是沒有這些的 中式廚房這裏會有一個推拉的拖門 這裏亦都預留了一個空間 是可以放雪櫃的 而且在足夠的空間放一個雙門雪櫃的 空間佈局也是非常合理的 洗、切、煮 接著這裏就可以拿來放下菜 準備拿出去 而且交扭標準會有一個叉油煙機 電磁爐 又或者是可以做明貨都可以 之後這裏就會扭回一個位置 就有放消毒碗櫃或者洗碗機 那這個消毒碗其實不是假扭標準 是純粹做一個參考 而上面的儲物空間 其實都非常足夠 而在西廚廚的位置 亦都做一個通風採光 有一個玻璃窗在這裏 開一開窗 夏天煮菜就不會太熱了 而且油煙可以更加好地排出去 而在西廚後面 就是一個生活陽台 就可以放冷氣機在這裏 亦都有一個預留的位置 是放洗衣機的 這裏會有電劑和水龍頭位 而下面有一個去水位 而這個露台的景觀 就是望大雁山那邊的森林公園 最後就是兩間房的設計 分別是一間兒童房和主人房 我們先看這個兒童房 我們進來這間兒童房 講了這個空間設計 首先放了一個咪二的床 都可以做到三邊下床的設計 其實這裏都預留足夠的空間 去放回衣櫃位 另外這裏都放了一張大書桌 讓小朋友學習 另外這裏有一個很大的窗台 全震送的面積 而且通風採光都做得非常好 因為這裏做了一塊非常大的玻璃 亦都有1、2、3、4個窗 可以開來做一個通風 而且這個景觀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是望回西江的 跟我們開箱的主人房 這個風格我好喜歡 因為很有禪意的風格在裏面 首先講一下空間 這裏做了一張King size的床 做在地台上 所以整個空間這樣做得非常之好 因為樓頂也有3米高 它亦都不是做一些全弄的床 所以整個垂直距離 給我的感覺是非常舒服的 沒有壓迫感的 接著這裏也有一個非常之長的露台 就可以像這個示範單位這樣 去做一個茶櫃在這裏 去看回大眼山的風景 因為這個景觀是看大眼山的 一片綠柔柔的 而且它做了一塊非常之大的玻璃 其實它的視線、視角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它不是那麼多框框 它不會怎麼阻到它的景觀 一塊大玻璃 同樣它有1、2、3 因為那裏有一個轉角位 三塊玻璃一起開 做一個很好的通風採光 由於這間屋總面是142方 所以其實它的主人房的空間很大 床尾到這間牆 我伸了兩隻手 這麼大的位置 所以其實前面可以拿來做一個電視櫃 再做梳妝桌 又或者可以做成這樣都OK 沒有問題的 自由發揮了 當然衣帽間當然是標配 這些不是家樓的標準 但是到時候會預留這兩個位置出來 就可以放兩個大衣櫃 進來 這個床尾的位置 亦比公共衛生間大一點 同樣配備緊急求助按鈕 電掣 亦都是用TOTAL的馬桶 加內標準 而這個鏡櫃 都比公共衛生間大一點 打開 足夠放入空間 放不同的東西 晶盤 而且這種晶盤 去水去得快些 下面這個位置 就是水管位置 好 企股的位置 同樣我伸直一隻手 還在前面還有一點距離 還有主人房的TOTAL 都會有窗 而這裡到時候 交流會有小護欄 所以它寫著 非交流必準 此處交付有護欄 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142方的護形 其實我非常喜歡 因為主陽台就是望光景 生活陽台就是望山景 藍不對樓的設計 而空間又夠大 不過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我們看看 因為它的廁所 它的公共衛生間是在門口的 如果有小朋友 晚上要去廁所的話 就要走得比較遠一點 它可能會怕會怕黑 小朋友可能會不敢去廁所 如果是老人家 它是住裡面 小朋友的房間的話 它晚上去廁所 也稍為遠一點 就唯一一點點不足 這個護形 總共大小142方 溫價是9,400元一方 這間的總價大約是134萬左右 好 我們接著看看這個90方的樣板房 不過有一點細節 我要說回 12、13、14、15棟 這個護形全是99方 不過那些格局是一模一樣 只不過是比例放大了一點 而在16棟 它不是99方 它是90方 也跟這個樣板房一模一樣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首先膠樓標準 這個是最後會加防火防爆門 以及配上一個鎖匙鎖的 而大門進來 就是一個半陣送面積 大概四個方的入戶花園 這裡是一個中空的露台花園設計 可以做到很好的通風 另外這裡有些水喉位 這裡其實是放一個熱水器 這裡也會配備一個電劑 裝熱水器用 而進到懸關的位置 膠樓的時候 這個懸關櫃都是沒有的 它只不過是預留位置 讓你放鞋櫃 但同樣可以參考這個設計 做了一個上到天花板的鞋櫃 雙開門設計 足夠空間去放全家人的鞋 而懸關櫃的旁邊就是飯廳的位置 這裡放了一張四人的圓桌 而進來廚房的位置 就是這裡 足夠放一個單門雪櫃 另外洗、切、煮的空間也預留 同樣膠樓標準是七樓煙機和煤氣爐 而下面這裡就有些收納的位置 這裡是收納的位置 但是這個位置是會刺出來的 因為最後膠樓是不會有消毒碗櫃的 亦都可以自己配上洗碗機 又或者消毒碗櫃都可以的 而上面也是一排廚櫃的收納空間 同樣這個廚房一樣是有窗的 窗其實是通過外面的露台 那個日武花園的 開窗之後就可以做好的通風採光 令油煙散得快些 那穿過飯廳 同樣來到客廳這邊 就是一個三米九闊的客廳 我和之前經常說客廳已經家庭遠遠 這個樣板房真的做了一個投影幕出來 我大概猜應該都是六十吋的 非常舒服 看電視劇 當然是一個視覺上的一流感受 而且這個同樣都是有一個三米高的一個層高 它這裡的設計就是它沒有做普通的吊燈 或者是燈泡或者是普通的燈色 它都沒有做 它做了四盞射燈的 LED射燈 其實雖然四盞射燈小小的 但是令到整個客廳都非常光亮 出來露台了 小壺形都有大特點 這個露台六米八長 而且是通往另一間房 空間亦非常闊 而且露台望的景色就是大雁山森林公園的景色 綠柔柔一片 由於這是一個經典的三房壺形設計 第一間房 第二間房 主人房 和toilet的位置就是這裡 我們先進去toilet看看 這個公共衛生間其實空間是比較闊落的 首先這裡做了一個鏡櫃的收納 而這裡也有一個電鍵可以插風筒 升盤水龍頭位 下面有收納的空間 和水管去水位的位置 同樣這裡的toilet一樣有緊急求助按鈕 標配total的馬桶 和到時想安裝這個電動馬桶旁邊是有電鍵的 進來臨浴間的位置 我伸直一隻手前面還有少少空間 其實都夠闊落的 同樣一定標配 有窗 那些濕氣就可以好好地排出去 我們先看看第一間客房 這間客房做了一間兒童房的設計 這裡做了兒童床 做了少少書桌位置 還有做了少裝飾 挺穩興的房 還有這個位置其實可以用來做衣櫃 預留一個衣櫃的空間 而開槍出去 就是望大眼山森林公園的景色 就是這間房的特點 就是連通的露台可以走出去 有少許提示在這裡 我們現在看兒童房 和包括一會兒看的另一間房和主人房 它的地下不是木板地 它最後是會加木紋磚的 更加耐用的 我們看第二間客房 這間客房做了一間娛樂房的設計 其實這間房不算面積很大 其實跟剛剛的移動房差不多的大小 放一張大米2的床 這邊放一張衣櫃 這裡放少少空間 放梳妝桌或床頭櫃 就剛剛好 同樣這間房也有陣送窗台面積 還有窗 可以打開窗做通風採光 進入主人房看看 這種設計我比較喜歡 因為這個廁所的門口 不是對著床的位置 可以避免使用完洗手間出來的尷尬 同樣主人房這裡 它同樣配備有收納空間的鏡櫃 兩邊都可以開 還有水龍頭和聲盤都可以加上櫃 裡面一樣有儲物空間和去水位 然後馬桶同樣會有緊急球載按鈕 電制裝電動馬桶 TOTAL的馬桶 進去企缸 進來我伸直手後 前面還有少少空間 同樣這邊也會有窗 讓濕氣很快地排出去 膠樓的時候 這裡寫著非膠樓標準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裡還有一個圍欄 接下來看看主人房的空間 首先放了一張queen size的床 還可以做一個三邊的陸床設計 而這邊做了大概到這個位置 這麼深的一個衣櫃 和上到天花板 收納空間都非常足夠 而床尾和牆之間的距離 也有我一隻手那麼長 所以這裡放一個電視櫃 裝部電視沒有問題 同樣這邊有一個窗台的位置 窗台這邊和陽台的景觀一樣 都是看大眼山的景觀 早上睡醒一拉開的窗簾 就是綠油油一片的山景 非常之身心舒暢 看出去 首先講講這個軍價 就是9000元一方的軍價 如果你是選90方的話 總價是84萬六左右 如果你是選99方大小小的戶型 總價大概也是94萬左右 這個異地樣板房 50方的 是的 我們先去看看我們的戶型 好的 其實它的形式 好像酒店公寓一樣 就是一個衛生間廚房這樣 一室個的 但是它也是一個住宅的性質 也是一個住宅的性質 70年產權的 沒錯 哇 這個真的打造得像民宿一樣 是的 網紅民宿就是這些設計 那種感覺 是嗎 是的 那我想問這個露台到時 就全部都起了圍欄 是嗎 它到時這裡肯定有圍欄 當然是 只不過它這些竹 就是先裝飾用 做出的效果給你 包括我們這個 因為住宅性質 它這些都是大精裝的 OK 好像陽房一樣 一樣都是大精裝的 好 可以 住在一些高層的 就可以 在一張搖搖燈上面 探一下 望下的山景 對 比較有休閒 嗯 我們看看廚房廁所那些 廚房這個 其實可以看到的 已經是一個交付標準了 除了這個上面的櫃之外 大概都是這樣的設計 是 OK 那些插煙機 你拿到加勒進去 所以其實好像這裡 其實你搬家具進來 拿包就可以入住了 對 因為我看到很多 四十多五十方的單家 不允許用明火 就算是住宅產權 都不允許用明火 但是那些是偏公寓性質的 哦 不是 它都是七十名產權的 哦 它都是寫住宅的 因為我問過 因為沒有窗 就不允許用明火 那你說到 其實我們這裡 都會有一個窗 是啊 我看到有窗 所以說見到明火 所以我就明白為什麼 是啊 到時我們也是會用天然氣的 好 看看廚房位置 嗯 哦 跟那些 跟我們剛剛的樣板房 九十方的大色差不多 差不多 是啊 雖然是五十方 雖然是五十方 不會很大 但是呢 我都不會讓你住起來 會迫迫劫劫的感覺 對 還有它的戶型 我挺喜歡的 它很方正 一個長方的 是方正正的 這些位置就好用 嗯 西唐一某三分地 有花有酒 材作田 我們這裡的生活 都是中國歷史以來 文人合格 極度向往的一種生活 好 一隻 四隻 做菜 無可 五十八 五十七 三角 櫻木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五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